第一次使用千里寻,要先进入手机设定 以下是Android手机的下载与设定方式 先开启手机上的Play商店 按搜寻 输入关键字千里寻 点选千里寻 下载及安装千里寻的APP 安装完后,建议先勾选自动更新 当有新版本的千里寻APP上架 手机就会自动帮您更新 然后开启千里寻APP 先设定您的手机电话 在本机号码的位置输入您的手机号码 然后按储存 接着点选主画面的功能选单 新增成员 请确认您的门号是否为管理者门号 输入成员名称与千里寻的SIM卡门号 然后点选右方的千里寻图示 为这个成员选择一个合适的图案 按储存 将您所设定的门号 发送简讯储存到千里寻中 在千里寻完成了您的门号设定 会回复您设定成功的讯息 如果您要设定第二支千里寻 可以重复以上的步骤 目前的千里寻APP 最多可以设定四支千里寻 关于千里寻的管理者门号 会有以下的特性 第一个 以管理者手机号码 储存到千里寻的门号 就是管理者门号 只有管理者门号 有呈现进行千里寻门号的修改 千里寻没定的时候 会以警讯通知管理者门号 如果由管理者门号将新的管理者手机号码 储存到千里寻中 就会将管理者门号的呈现 移转到新的管理者手机号码 如果您的手机门号不是管理者手机号码 请以下面步骤进行设定 输入成员名称与千里寻的信卡门号 然后点选右方的千里寻图示 为这个成员选择一个合适的图案 然后按储存 就完成简单的成员设定 再次进行转发 再次进行转发 再次进行转发